那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今天的故事跟一个红色的史蒂夫有关 本期是一期三日生存 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开始 先让我们聆听这动感的音乐 跟随着玩家的视野 去参观一下他们在这荒漠戈壁搭建的三人基地 基地外面是一望无际的红沙漠 仙人掌随处可见 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什么版本了吧 周围有很多座高大的山脉 玩家们还在这里圈养的有马儿 并且这里的每一批小马鞠 玩家们都赋予了他们名字 玩家骑着自己心爱的小马儿 策马奔腾 潇潇洒洒 渐渐的夕阳西下 天色也暗了下来 突然 玩家在不远处的沙地上 发现了异常 过来后看到是一些红石块 玩家看到这一幕 第一感觉是不太对劲 他立刻在消息框询问朋友们 是谁在这放的红石块 但是老八和老六都说不是自己放的 玩家赶快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基地 回来后 只见两位朋友正在搭建玻璃温室 这是他们用来种植庄稼的地方 玩家很着急 他顾不得解释太多 便让老八和老六跟着自己 可这次过来后 玩家发现红石块的数量 明显比之前多了 并且顺着这些零散分布的 红石块很快更多的红石块出现 这看起来有些奇怪 三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们三个互相看了看对方的眼睛 便很快都心领神会 顺着这些红石块不断地向前走 很快老六又发现了新的奇怪现象 那就是这些红石块像是一个路标 像是指着一个方向 玩家低头看了看脚下 还真有点像 于是三人一直顺着这些路标往前走 很快一扇传送门映入眼帘 这儿怎么会有一扇传送门 老八和老六表示不是自己搭建的 玩家表示也不是自己 既然不是玩家三人搭建的 那怎么会凭空出现呢 三人更加好奇了 他们再次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以后便心领神会 无所畏惧地走了进去 进来后一股熟悉的感觉 这不是下界吗 是下界 但不是当前版本的下界 老六敏锐地察觉到 这是老版本的下界 只见一条蜿蜒曲折的红石平台 就在前方 三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便进入了下界城堡的走廊 这里几乎每走几步 都会有红石块出现 整个下界的气氛异常的诡异 继续顺着这些红石块走 随即一个信标出现在 玩家们的视野中 前不高的预警 请屏幕前胆小地赶快将 我超牛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三人走进这个有红石块 作为信标台的建筑后 老爸顿时感觉周围有些不妙 他总感觉有人在暗处 默默地注视着他们 玩家被老爸说得有些害怕了 三人先对周围一番排查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接着玩家便慢慢地朝着信标靠近 他拿出了稿子准备挖掉信标 可他刚回动稿子 下一秒 一个红色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信标上 玩家吓得赶快朝后退了几步 只见这个红色身影缓慢转过头来 是红色史蒂夫 接着这个红色史蒂夫 发出了一声怪声后 你干嘛 便再次钻入了信标之中 消失了 玩家三人意识到危险可能要来了 他们顾不得商量 只想赶快逃离这儿 可突然走廊内多了大量的僵尸 这是和平模式 怎么会突然出现僵尸 看来那个红色史蒂夫不是什么擅长 玩家拼命地逃跑 没过多久 消息方便提示老爸和老六咯屁了 玩家也没能撑过多久 随即也咯屁了 三人再次重生后 他们的基地遭到了破坏 大量的红石块就出现在基地内外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那啥都看到这儿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 我认识转发加收藏呢